花蓮市后客文化会馆举办了客庄社区小旅行活动 邀请到地方客家骑老刘秀香 讲述年少时扛屋搬家的过往回忆 市长威家业很感谢骑老们对地方文史的贡献 也期盼透过讲述和记录 来保存客家族群搬迁的历史记忆 也发扬客家精神 花蓮市客家骑老刘秀香 讲述年少时扛屋搬家的过往回忆 现场民众听得非常认真 仿佛回到过去的生活岁月当中 这是花蓮市公所举办的客庄社区小旅行 希望透过骑老分享地方文史故事 保存客家族群搬迁的历史记忆 主要的是也希望说让更多的人 市民能够了解到我们有名庄的一些历史 从康乌搬家1940年 我们从南浦机场迁移到这边 那包括我们的前移的一些聚落 有我们的祖安 然后祖农 然后还有祖和 还有祖权等等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花蓮市 所有的一些隐姓的一些客家 那客家人 我们都能够平常时都用客语来教学 那在客行所的方面 我们持续的推动我们的主语 我们客语 也希望说不管是在暑期 我们办理夏令营或者是平常的一些活动 我们都希望大家用客语来做交谈 那未来在我们客行所会举办更多有意义的客语的一些活动 也请我们花蓮市的所有的客家的一些族群 都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一起来参与 来支持我们客行所的一些活动 这场活动还规划志工培训课程 设计三场次的系列走读游城 并且走进有名庄客语通学廊道 寻访客家文学廊道和博工庙的历史街区 却旅会欢迎市报道